王妃 王妃 不好了 她的声音过于惊慌 隐隐的还带着一点哭腔 戏台上正在挥着袖子唱戏的戏子们 也不禁一愣 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戏台声音一停 那小丝的声音就越发淒厉起来 王妃 王妃 您快去看看 狮子那里出事了 宁王妃闻言 脸色陡然煞白 只当是宁玉被人刺杀 她猛然从座椅上起身 快步迎上去 惊慌道 玉儿出什么事了 啊 玉儿怎么了 狮子 狮子她 那小丝急得快要哭出来 可瞧着宁王妃身后的小姐和夫人们 却一个字都不敢说 王妃 您还是亲自去前院看看吧 奴才不敢说呀 这样的情况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宁王妃听着小丝含糊的话 只当是宁玉身受重伤 她只觉得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张嬷嬷及时扶住了宁王妃 急声道 王妃切磨乱了阵脚 兴许事情还没有您想的那般严重 小丝喊得那般凄厉 太后耳朵不聋 当然也听到了 她眸子里闪过一丝疑惑 这个时辰她的人应该还没有动手 怎么就已经出事了 她侧手询问性地看了一眼 汪行远 却见汪行远 对着她微微摇了摇头 太后当即皱了皱眉 不是她安排的人 也不是汪行远安排的人 那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 难不成皇帝插手了这件事 这样一想 太后当即坐不住了 她非要亲眼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能安心下来 当即就起了身 沉着脸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看便知 令王妃先不要伤心 随哀家一起去看看便知 太后不说 令王妃也要去看看 不亲眼看看玉儿 平平安安 她怎么放得下心 因此倒是没有反对太后的话 紧随着太后的脚步 就跟了上去 留下众人坠坠不安 神色焦虑 苏木槿当然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索性起了身道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大家不妨一起跟着去瞧瞧 众人本来就坐不住 听到苏木槿的提议 当即就有人跟了上去 头一个跟上去的 就是右相夫人 其余夫人见词 也都默默地跟了上去 如果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 他们知道了 总比在这里不安的猜测 要强得多 而且就算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知道了 也能有个应对之策 所有人都跟了上去 前面的太后和宁王妃 也没有让人阻止 小丝带路 穿过花园 很快就到了前院 前院里冰壳云集 此时却听不见任何嘈杂的声音 小丝带着众人进了一个小院子 宁王妃一眼看过去 就瞧见所有的男兵都围在院子中 离屋的门里有侍卫 守在门前不让人进去 所有男兵们只好立在院子里 侧耳听着屋里的动静 苏木槿一眼就瞧见了 戴着黄金面具 端坐在轮椅上的处离 他的目光刚好和楚离 看过来的眸子撞上 楚离瞧见苏木槿这一身装扮 眸子里极快地划过一丝光亮 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 屋里的情况他已经清楚了 当然他以为这些事情 是宁义的手笔 不着痕迹地对苏木槿点点头 然后轻轻地撤开了目光 现在他的身份一直盯着苏木槿看 只会给他带来麻烦 脑海中却浮现出今日默眼 那意味不明的眼神 他微微有些懊恼 一回头却发现一众公子们的眼神 全都落在苏木槿的身上 毛子里全都是惊艳的光芒 他毛子一粒只觉得属于自己的东西受到了侵犯 冷冷地扫了一圈那些眼神垂涎的公子们 乔建门口这一幕 宁王妃心里顿时升级浓浓的不安 侍卫们当然不敢拦太后和宁王妃 乔建脸人进来了 连忙把人给让了进去 宁王妃担心儿子的安全 连忙小跑进了屋 一进屋瞧见屋里的一幕 他等时瞪大了眼睛 这个小院是专门给前来府上的男宾留下的住处 此时房间里的一切都让宁王妃生生地顿住了脚步 他瞪大眼睛看着屋里的一切 只见宽阔的房间中床铺凌乱 一个粉色衣裳的女子 衣裳凌乱地坐在床铺上 正在暗自捶泪 而他的儿子宁玉正眉眼疲惫地站在屋子里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脸怒容的老王爷 和一脸沉重的皇帝陛下 宁王妃先不管这屋里的气氛有多僵硬 慌忙跑了上去 拉住宁玉的手上上下下把他打亮了一遍 瞧见他没有受伤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什么没事 宁王爷一脸怒容地盯着宁玉 厉声道 女子 你给本王说说 你究竟干了什么好事 宁玉却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他脸色有些苍白 揉了揉眉心 爹爹 先让苏家大姑娘进来 给苏二姑娘穿戴好衣裳吧 这一切当然是他安排的 苏木槿既然一心想让他娶了苏云锦那个祸害 他就娶 苏云锦这个女子的心思有多么歹毒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所以与其留着他在苏木槿的身边虎视眈眈 倒不如把他放在身边就尽监视 前世苏云锦所做的一切也都该偿还了 他不想让这件事牵扯到苏木槿 因此把他安排的人让宁仆想办法给弄了出去 让宁仆把从席中离席的苏云锦给打晕结了过来 放在了这间屋子里 他给苏云锦下了药 药物让他神志不清 而他就抓住时机恰好不好地出现在这里 正巧撞上衣衫不整的苏云锦 苏云锦悠悠转醒 瞧见自己一身凌乱 本就心中惊慌 一瞧见宁玉出现在屋里 当然不会放他走 他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知道如果不抓住宁玉这个冤大头 他这辈子就毁了 因此他瞧见宁玉就尖叫了一声 引来了所有人的围观 苏云锦很快就进了屋 瞧见苏云锦他倒是没有吃惊 眼神极淡 只是他压根就没有让人引宁玉过来 为何宁玉会出现在这里 咽下心中的疑惑 苏云锦上前去给苏云锦穿戴衣裳 几个男子和宁王妃太后 则避到了屏风之后 苏云锦以为人要走 尖叫一声哭诉道 这样医生不整的 被宁狮子给瞧见 臣女医生的清白都毁了 求陛下刺死臣女吧 臣女救生毁了府 也无言面对父亲 他垄上暴露在空气中的尖头 看都不看苏木槿一眼就扑下了床 跪在宁玉的脚下 垂泪道 陛下刺死臣女吧 宁玉脸色沉重 她虽然听了楚丽的话 可还没来得及行动 那么今天的事情 难道是天意不成 可她是皇帝 身处无数阴谋圈子里 从活下来的皇帝 对于这些所谓的巧合 早就不相信了 因此她也在沉思 究竟是谁 设下了这些圈套 她垂头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 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女子 毛子里全都是厌恶 眼前这个女子 虽然是苏木槿的嫡亲妹妹 可却跟苏木槿半点都不一样 她若是觉得丢了清白 想以死明智 早就该撞墙了 还能在这里求她赐死 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恶心 宁玉沉声开口 今日之事 朕一定会给苏二姑娘一个交代 也会给苏家一个交代 二姑娘先起来再说 宁玉心里还是觉得 对不起宁玉的 她更不想让宁玉 娶这么一个恶心的女子 因此 沉着脸 立声问宁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宁玉冷笑着 瞧了一眼苏云锦 扶着屏风 冷声道 方才跟陛下 从后院回来 臣觉得有些累 就想进院子里 休息一会儿 谁知一进屋 就瞧见苏家的二姑娘 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 陈尚未来得及反应 苏二姑娘就已经尖叫了一声 然后所有人都进了屋 瞧见了这一幕 文言 屋里人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宁玉妃怒视苏云锦 混账东西 与人苟合了 还想污赖在我家育儿的身上 简直不知廉耻 苏太夫为人正直 怎么会交出你这样令人作呕的东西 宁王也听了意识气氛的紧 他的儿子他能不了解 这些年来清心寡欲 一直就是想迎娶苏家的大小姐 这会儿却被苏家的二姑娘给缠上 眼看着他要无赖儿子 立马就想起了前段时间苏太夫的夫人 过世的时候流传的传闻 据说当时这个苏家的二姑娘 就不知廉耻的不顾男女大房 一定要送玉儿出府 玉儿瞧在苏家的份上 才会给苏云锦说情 他一定是早就清心玉儿 所以这一次有机会才设计陷害玉儿 宁王也气得脸色通红 要不是身份使然 他早就一脚踢死了这个混账东西 他怒声道 想嫁入我们宁王府 竟然使出这样卑劣无耻的手段 不知所谓的东西 你给我做梦 只要本王活着一日 你就休想入我们宁王府半步 宁王也早就在宁玉提出 要去苏家求亲的时候 就调查过苏家的大姑娘 和苏家的一切 他知道 苏家的大姑娘为人端庄有礼 善良温婉 可是调查的同时 这个苏家二姑娘的所作所为 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在苏家的时候 就明里暗里欺负自己的嫡亲姐姐 冷嘲热讽是家常便饭 只要是苏大姑娘有的东西 他不管是用什么法子 都会想办法夺过来 还有在云州的时候 一个小豆丁一般大的小孩子 竟然心思歹毒 把一个不愿意跟他玩的小女孩 推到了井里 如此恶毒的心思 跟他那个姐姐 简直是天壤之别